很多人都在追求更真实 更放松 更自我的生活方式 其实不必逃离当下 而试着享有当下 彻底放空 片刻势中 短暂进入一种浮游的状态 也许会发现不一样的 舒适自在 6月15日 某知名那一品牌 写手时尚生活创意杂志 以休夏浮游为主题 在上海举办了周年艺术派对活动 杜鹃 谭原员 麦子 池子等艺人惊喜先生 三位女艺人们 基本都选择了白色穿搭 清凉无限 都曾是上海舞蹈学院学生的他们 由巴脸结缘因品牌而相聚 在一场特别不像品牌活动的 老友聚会上 放慢节奏 抛却琐事 轻松无速地思考对话 很舒服 很自在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然后 好像又有一点 一点点浪漫的感觉 对 今天整个活动的场地 也挺特别的 休夏其实是法国的一个假期 比很多法国人在夏天是不愿意工作 他们更愿意享受这个季节 那其实慢慢的这种慢生活的态度 也来到了上海 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然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可能也会愿意花很多时间来去 休闲一下自己 对 夏天一杯 加了薄荷和冰块的柠檬汽水 就能让你有特别好的心情 另外我觉得就是 周末的时候约上朋友 然后在书印下也个餐放着音乐 就像我们现在现场的音乐 然后拿本好看的书 即使一次传统意义上的法国 是修夏对都市人自然不可及 但依然可以借由美食电影书籍 艺术恋爱等等 来拥有自在卢假期的游人心境 最近上海国际电影节 正在卢火卢荼的进行中 杜娟和麦子两位演员 都有各自忙碌的工作安排 想要享受舒适的假期 恐怕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了 这两天的那个正好上海电影节 然后之后有一个电影 风在其实是温子光导演 然后跟梁朝伟先生 郭富城先生的一个电影 会在上海电影节期间 有一些小的活动 对 然后包括之后这个戏的 后期的一些配音的工作 非常的棒 对 跟男神合作当然了 那么就两位那么重量级的影帝 都是 就跟他们合作 真的是 就是学到看到感受到很多东西 对自己 对我抢了很多票 所以从今天之后 我会花很多时间都是在电影院 包括这次我来上海 是因为我上海电影节 有了一个新单元 叫探索单元 是短视频单元 我会做这个单元的第一届的评委 对 所以我现在除了看电影 就要大量的 每天都要乐片 就是看我们 所有投来的短视频的作品 对 工作再忙 也别忘了自得其乐 才能感受生活的每一份精彩哦 弹性娱乐 上海报道